加拿大统计局近日报告说,8月增加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全职工作,这个数字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一致。 8月份全职工作增加了20万6千个,兼职工作增加了4万个。 统计局说,自从5月开始逐步解封以来,5月到8月4个月中,新增加的职位总数达到近200万个。 但由于3月和4月的就业暴跌,加拿大有新雇员人数人比COVID-19疫情前的2月份少110万人。 失业并不是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唯一影响,有些人因疫情而被削减了工作时数。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8月份有71万3千人人算有工作,但工作时数经少。 如果加上这部分人,即使就业受到疫情影响的人数达到180万人,新冠疫情对加拿大就业市场的影响在4月份达到顶峰,当时为550万人, 其中有300万人属于失业,250万人属于工作时数被减少。 除了阿尔波塔省和新布伦瑞克省,其他各省都增加了工作。 两个最大省份,魁北克省增加了5万4千个工作职位,而安大略省的新增就业则占到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新增了14万2千个工作职位。 劳动力市场信息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北霍欣·艾莫莉表示,一些群体本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就面临着结构性挑战,包括移民、少数族裔、学生等。 COVID-19疫情更加大了挑战,数据显示,8月份阿拉伯裔的失业率为17.9%,黑人17.6%,东南亚裔为16.6%。 专家还预测就业复苏将放缓,因为8月的新增就业少于7月,7月新增的工作职位为41万9千个。 多伦多道明银行的经济学家斯里·塔纳·巴拉辛根说,总体数字令人鼓舞,但从现在开始,就业复苏的速度将放缓。 塔纳·巴拉辛根说,劳动力市场很难维持目前的就业增长速度,未来就业的改善将与新冠病毒的情况紧密相关。 复苏期最后三分之一的阶段可能将是劳动力市场复苏之路中最长的一段。